巡峰围绕,川河环抱,山与西的交织,水与绿的融合,创作出这一方世外桃源,行经哈士福兰,仿佛置身于一幅壮阔的山水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国道默契底协同合作, 蜿蜒与山林之间,每个转弯处都带来新的惊喜 国道建设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不仅连接了城市与乡野,更承载着台湾的发展脉动 国道一号造桥至苗栗路段,总长约17.5公里,全段从北至南, 包含造桥地棒站,投屋交流道,及苗栗交流道 在这片自然与现代交汇的土地上,国道如同生命线般,串联起城市与乡野 沿途的景观也陪伴着庸路人,一同欣赏苗栗的风光与故事 西河滋润土地,沃图带来绿意 厚龙溪与其支流,为这座山城带来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波光灵灵的河面,不仅是行车的风景,更是苗栗的灵魂所在 致力维护国道景观的我们,也将守护这片被吸水责润的土地 给予用入人美观且舒适的行车环境 国道不断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透过重新整修 专家的评估及设计 改善水质及植栽 穿梭在山林间 静静的农田与树木交错 放眼望去,绵延起伏的丘陵和天际线 形成了天然的景观画卷 阳光洒落的日子 台湾蓝树仿佛一群舞者 在自然乐章中舒展 开花树种相互争其斗艳 国道开辟了山林 我们也种回了森林 森林绿狼 提供国道绿色自然景观 舒缓驾驶在高车流量时行车紧迫 柔化行车视野 我们以最低限度的生态劳动 优化国道景观的生态空间 苗栗交流道区内仅有排水系统 防止区域淹水 此外并无多余的人工设施 将空间留给景观造景及生态发展 引导用路人向美的道路前行 投屋交流道制洪池 受高架桥包覆 多处于低维护的状态 在此次改善工程中 我们协同专家采取了多项策略 自立打造一片与自然共存的绿洲 透过打除部分混泥土水沟 将既由混泥土沟取开盖 减少水泥化 同时柔化整体环境 使阳光照幅每个角落 恢复自然生机 使原本已经冰尾的鱼类 泛岛式营居 保有原生态 持续让这片土地 在纯净的灌溉下滋养 这个地方有很多稀有的植物 那么将来你们在这里 要好好的去照顾 苗栗因为它们很有心 所以把这个制洪池 规划成一个生态制洪池 那么我们就可以种 很多的原生的水生植物 那水生的植物呢 有飘无性的水生植物 跟陆地上面这些的 比较靠近水的像风箱 那还有一些是沉水植物 那这些植物呢 进来以后 这个水就不会被曝晒那么厉害 就不会优氧化 大小碎石交错的桥下空间 隐约可见一条条管线 废水会透过它们流入阶梯式水池 经过瀑气搭配立坚进化 最后以原生水生植栽 吸附杂质 透过层层关卡才能进化水池 保护附近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这里面种了很多的 稀有种的植物 像怀叶瓶也是 那这些植物呢 现在就是因为都被排挤 外来种排挤 所以它就变得慢慢慢慢的 就变成少了 那这一块漆地就变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它是一个物种的保育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诺亚方舟一样 就是可以把很多稀有种的植物 保存在这个地方 将来可以从这个地方再推广出去 确保庸路人的行车安全 是我们的第一准则 借由植栽退缩5公尺 同时剔除老落树 将有树木倒幅的疑虑降到最低 在行车安全与景观冲突之间取得平衡 为了把更多翠绿引入用路人的视野 我们使用天然灌木替代塑胶防券板 降低中央分隔带水泥护栏的使用 将隔音墙重新补植 减少了人工痕迹 延续了满目绿意 看似无为 使着浓缩众多生命的精华 薪质指摘机盘改善 降低养部频率 减少围管费用 寿品路段位于厚龙溪保育轴带浅山区域 可以说是蓝绿网交织的核心地带 保育类数量等 皆为全国之冠 因此我们更有责任守护这片净土 苗栗公物段这个范围来说 我们放自动相机针对中大型鲁类动物调查 当然最关注的就是发现石虎 那另外还有其他保育类像是双山甲这边我们也都记录得到 石蟹蒙、色香猫这些物种也都有 那非保育类但是是中大型的像山羌山珠 这边也都在国道两侧就有它们的活动这样子 表示这个国道过去几十年来这个鹿泉的边坡它值身状况 还有人为干扰的减少是很有成效的 所以这个野生动物来讲它是已经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防护网的部分在高工局已经设置很长一段时间了 其实是有累积露鲨的数据去检视它的成效 过往的资料显示它的成效是非常好的 其实一般的动物是不容易进到路上的 那当然像石虎这类物种它的跳跃能力很强 就有可能因为在一些特殊状况下跑进去 工务段这边就陆续有做一些保护对策 包含了在这个扭折西护栏的加强 边坡植被带的退缩 或是最新设施的这个光学警示措施这样子 它用一些反光镜把经过的车灯灯光 投射到两侧的植被环境 那如果这时候正好有动物要靠近道路 车经过灯光把它周边环境整个亮起来 它就会受到惊吓 那至少它就不会继续往道路靠近 或是有些就会掉头就离开 那这样子的状况它就可以有效地 减少这个车辆跟动物在道路上相遇的情形 搭配动物通道 希望动物不要跑到路上 提供动物安全穿过高速公路的路径 后续用自动相机去观察 还有用这个路煞量的变化去观察 减轻对色都是很有成效的 我们使用自然资源就地取材再利用 自作昆虫旅馆作为七所 减轻对生态的影响 维持原始自然样貌 尽力保留树木 只为求生命持续繁衍生息 对于原生物种的保护 外来种的入侵正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课题 面对生命力顽强的物种 我们会定期巡查各处耗发路段 减少扩散机会 针对全年皆会出现的兔丝籽 小花曼泽兰 吉英荷欢 等外来入侵种 透过施工人员定期清除 组绝扩散 保护生态平衡 联合国宣布的SDGS-15 保育陆域生态正是国道努力的目标 综合评估之下 我们陆续完成其中的六项作为 透过寻找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朝永续发展前行 西水清 三软翠 沿途的景色 如湿 如画 明示国道维护的同时 也回望环境生态的延续 我们齐心努力 在人与自然之间取得平衡 守护着水与绿的价值 亮丽而行 美丽尝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